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沖主攻略 今天要跟大家聊冰咖啡 那相信大家對於冰沖咖啡應該是夏天必備啦 那如果各位還沒有學會冰沖咖啡的話 希望今天告訴大家冰沖咖啡的六個關鍵技巧 讓你的冰沖咖啡可以變得更好喝 這六個關鍵技巧其實在任何濾杯上面都可以被使用 那我今天會用這個優福濾杯來做一個示範 所以在最後面的時候還會介紹一個優福濾杯的冰咖啡沖法 好,那我們就事不宜遲來聊一聊 首先第一個關鍵非常非常重要就是關於你冰塊的量 因為在做冰沖的時候我們夏湖應該先放冰塊 然後沖的過程之中如果冰塊跟我熱水的水量沒有對稱的話 其實你的冰咖啡要不然就是會太稀 要不然就是溫度會溫溫的不好喝 讓我平常學長會沖20克的粉用300cc的水沖 大約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多一點點就是你冰塊的量 換句話說300公克的水呢 你要放100克左右的冰塊 那甚至於可以再放多一點點 達到120就夠了 讓你的咖啡是冰冰涼涼 很適應你的溫度 不會溫溫的 而且也不會因為你冰塊放了太多 而導致你的水味很重 所以第一個重點就是你的冰塊 大約是放整體水量的三分之一 第二個部分就是關於你的研磨度 研磨度也是大家最常常容易犯的錯誤 一定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冰咖啡的粉太細的話 你整體沖出來是非常容易苦澀 而且層次會很呆板 所以學長建議 你比你平常熱的咖啡略為細一點就好 譬如說假設你是小富士 你平常可能沖5 你可能到4.5就好 譬如說你是巴拉薩 你可能平常沖20 你可能大概18 17就好了 就比你平常在細一個程度就好 不要追求到非常非常的細 會讓你的咖啡變得不好 甚至容易出骨色 這是第二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第三個重點是關於時間 時間是大家比較好像不會注意的事情 但是呢 學長要告訴你 時間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判斷標準 冰咖啡的時間呢 就是以你熱咖啡當作一個參考值 譬如說你平常像學長V60 我大概重熱咖啡時間是兩分鐘 那我沖冰咖啡時間呢 也以兩分鐘為一個目標值 像我沖優福濾杯呢 大概目標是兩分半 兩分15秒到兩分半之間 所以我的冰咖啡也是 落在這個range帶呢 通常是會很好喝的 我們來想像一下 假設你原本呢 你要沖300CC的水 用的時間是兩分半 但是你今天你只能給200CC的水 因為剩下100CC就要放冰塊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你的時間也只剩下整體原本時間的三分之二左右 所以你可能一分半你就沖完了 所以一分45秒就沖完了 那你中間就是有30秒到45秒的落差 那怎麼把這30秒到45秒的不見的時間補足呢 就從以下三個技巧做補足 第一個部分就是關於悶蒸 悶蒸原本你悶30秒 如果你把它悶到45秒 你的時間就是加了15秒 所以悶蒸的時間增加 會讓你的香氣跟濃度會增加 所以它是對於做冰咖啡很好的一個技巧 就把悶蒸時間拉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是關於它的給水大小 你的給水呢 假設你每秒是4CC 如果變成3CC或2CC的話 你的整體的給水時間就會變得比較長 就可以把剛剛說不足的那30秒到45秒來補足 然後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你的斷水次數 隨著你斷水次數越多呢 你整體的時間會變得比較長 譬如說原本你100CC 這一段你要沖100CC 那如果你把它分成兩段 變成5050 整體的秒數呢 大約會增加5到10秒 那如果你再增加第三段 譬如說我變成三段 我的秒數又會再增加10到15秒 所以整體來說呢 就是斷水次數的越多呢 你的整個的沖煮時間就會變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結論 時間的補足要靠以下三個 剛才說這三點 一個是悶蒸時間的增加 第二個是你給水放小 第三個是斷水次數的增加 這三個東西的結合 應該要等於你那個上市的時間 當這件事情 畫上等號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說 你的冰咖啡呢 就跟熱咖啡一樣 濃度啊 或是它層次會比較接近 那以上的六個點呢 大家如果聽明白 就發覺說它是一個完整的邏輯 那接下來我們就有優福律杯 來做一個驗證 然後同時間學長會把 剛剛所說的邏輯套到優福律杯上面 讓大家就能夠明白了 首先第一個部分 第一關就是要放冰塊嘛 所以呢 就放大約100到120CC的冰塊 好 冰塊越小呢 你需要稍微再多一點點 如果你冰塊很大顆的話 100就夠了 給到112 就差不多夠了 然後接下來是咖啡豆的研磨度嘛 對不對 那現在跟大家講過 我們研磨度比平常稍微細一點就好 所以我們用的克數呢 跟平常是一樣的 那我們一樣用20克的咖啡豆 然後研磨度呢 我現在是用新的機器 新的巴拉扎的旗艦機 我平常是用10的最粗 那我現在略為細一點點到10的最細 那相對於如果你是用小富士啊 或是小飛馬西的話 大概就是從5到4.5 或是從5.5到5 就往前推一格就夠了 然後我們的熱水水溫呢 用90度 然後第三部分呢 是關於時間的部分齁 我平常沖優服呢 熱的優服大概是2分20到2分半 OK齁 所以我們整體來說呢 我們的時間也要設計在 冰咖啡時間也要設計到差不多的位置 所以呢 第一個部分我悶蒸的部分呢 會時間會增加到1分鐘 第二個部分是 我第一段給水的部分呢 我水會變小 然後第三個部分呢 是後面的給水會分4段齁 變4次多次斷水 來把這個時間補足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齁 首先先從悶蒸看 開始 悶蒸水量呢 一樣是40 好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悶蒸的部分呢 跟平常是沒有 幾乎沒有差別的齁 就是時間整個把它拉長一點點 我一般悶蒸 含給水大概大概45秒的時候 就會給下一次水 那這一次呢 我就等到1分10秒齁 整整加30秒 我再給下一段水齁 這樣子呢 它整體的香氣就會補足了嘛 那我後面的時間呢 大概還有1分15秒左右 我就會選擇兩種手法 一個手法是第一段呢 我要做酸質的部分 可以把我的水放小一點點 就是呼應我們剛剛說的 第五個跟第六個技巧 就是把水放小以及多次斷水齁 那這個這樣的秒數的堆疊呢 當剛剛好跟你的熱咖啡的時間差不多的時候呢 你的風味就是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了 OK所以這個觀念非常的重要齁 大家去想清楚它的背後的邏輯 好我們還有10秒鐘 所以可以看我的香 我的冰咖啡的悶蒸時間都拉的特別的長齁 就香氣會比較煮亮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是第一段 我看我用比較小的給水 小小的水齁 比平常的水小蠻多的齁 因為平常學長在做酸質 第一段酸質的時候 我給水其實都蠻大的 但這一段可以看我給水是比較小的齁 因為我小水我的時間呢就會比較長 粉跟水接觸時間就會比較長齁 給到120 就給80cc OK 那可以看到齁 我現在的時間已經來到1分 將近40幾秒了齁 所以我大概還有40秒左右 40秒到50秒的時間 OK 接下來呢 每一次20cc的多次斷水 好 給下去 20cc 然後等水流完 然後待會兒流完後再給第二次 好 再給第二次 OK 20cc 好 等水流完 然後第三次 20cc 就順順的往外繞 等水流完 然後最後 好 20cc 到200 收 200.8 然後全部流完 你可以看到 時間大約就是在2分半左右齁 好 差不多流完了 2分33秒左右齁 所以可以看到說 當我們把時間 控制到跟熱咖啡差不多的時候 它整體的層次呢 就會跟熱咖啡非常的像 對齁 那整體的風味的濃度呢 也會比較接近 好 然後稍微 攪拌晃動一下 這樣子的冰度才會夠齁 溫度不夠的時候 之下也會很不好喝喔 冰咖啡還是要冰冰涼涼的 好 可以看到 110cc的冰塊 幾乎剩一點點 幾乎都溶在我的咖啡裡面了 所以我的濃度呢 就會跟我平常熱咖啡的濃度 是非常非常接近 可以讓它還剩下一點點冰塊 冰度 酸度 甜度 還有口感 都是很OK的齁 所以呢 當你弄懂了這以上六個邏輯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任何的濃杯 只要你有正確的觀念 你都可以做出很好喝的冰咖啡囉 OK 那我們今天冰咖啡的六個訣竅 就說到這邊為止 請各位呢 有任何問題的話 在底下留言 任何濃杯都可以留言齁 我希望可以跟你們討論一下 哪個環節出錯了 然後跟大家提醒一下囉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請給大家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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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